他們帶了幾個伊斯瑞利的捕捉人 回到Gaza 你們知道什麼 半島電視台女記者正準備開口 沒想到下一秒 一枚飛彈不偏不以擊中後方大樓 巨大聲想讓女記者嚇到尖叫 請監視 如果你們在安全的位置 可以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如果你們在安全的位置 請監視 記者受到驚嚇連聲音都在戰鬥 因為他人就在加薩地區 以色列正對當地發動猛烈攻擊 當地時間8號這波空襲 就是以色列宣戰哈馬斯後的一波行動 加薩地區至少426個建築 直接被摧毀 當中包括這棟國家銀行 也遭到飛彈擊中 不只竄出火光 塵土飛揚 地面還被直接炸出一個大洞 以軍空襲不斷 加薩群眾驚慌逃窜 不過過去48小時連番轟炸 似乎只是前菜 歐美國家接連表態力挺以色列 美軍更以實際行動助陣以軍 美國防長奧斯丁最新聲明 表示已經調派核動力航母福特號打擊群 前往東地中海 福特號是美軍最先進航母 隨行的還有四艘驅逐艦 以及諾曼蒂飛彈 使揚艦戰力強大 儘管美方說不會直接出售 但渴望嚇阻蠢蠢欲動的周邊國家 TVBS新聞會宣布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